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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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你给我滚远点 我滚出去 滚行 远 远不了了 再远 那还能有WiPi信号吗 哎 你们说 现在老爷们多难啊 我就藏了点私房钱 这不我媳妇儿给我撵出来了 这刚搬新了 就给我轰出来了 你说这要让邻居看见了 我多丢脸啊 滚出去 滚滚滚滚 滚滚滚 是不是让我进去呗 大哥我是隔壁刚搬过来的 我钥匙带来的 能到你家坐会儿吗 不是我 这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吗 就你这个智商 你让你媳妇儿撵出来 你都该啊 你怎么做 我让我媳妇儿撵出来了呢 惊艳 你别看我岁数小 但是哥我结婚早 知道不 我告诉你啊 年轻人 我送你四句真言 结婚一年 你藏钱 就得在楼道里边装可怜 结婚三年 你藏钱 就得像哥这样装备权 是不是藏钱了 太神了吧你 还知道我藏钱了 哎大哥 那你刚才说那装备权是什么意思 我没懂 没懂 过来看 这是啥 酸菜缸 表面上看是酸菜缸 那你可是那东西可是港港的 啥呀 啥 楼道里这么冷 你不得穿件棉袄吗 啊 你说 怪兽你这回不去了 你不得整个椅子吗 是不是 楼道灯这么老亮 你不得戴个眼罩吗 你说半夜万一要是饿了 你不得算个祸骨吗 哈哈哈哈 来 算那伙 大哥大哥大哥来来 你这这么厉害 你骄我两招呗 骄那两招 我们楼道这个门派的功夫都不爱穿 我吧 也是跟我师父学的 可是还不爱穿 大哥要不这样 我拜你为师呗 你不就能骄傲了吗 请受徒儿一拜 好不好 我不是不教你 只是说呢 你刚结婚 你还有的选择 你不像我 没得选咯 那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 你进到这个门里 以后委屈求全 工资跃跃上交 要么 以后就跟着我 在这楼道里面 浪迹天涯 好 你喊傻呀 我师父就这么教的我呀 那行 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 那你考虑吧 我考虑好了 那你考虑挺快呀 那还行吗 快吗 快呀 哎哎哎不管怎么样 师父 我决定跟你在这楼道里 浪迹天涯 哎呀 师父 我师父这么教我的 有天赋 是吧 师父 来来来 我看你那后面 有个凳子你自己拿 我还看着后面有酒了 能整两口要么 那一整就整呗 哎呀师父你这 太厉害了 啥都有啊 那这 哎 师父 哎 我第一次跟您喝酒啊 敬您一个 哎 哎 哎呦 挺冲啊 师父 来来 师父 干 嗯 哎 哎 哎 师父 问你个事吧 说 你说你这装备这么全 你这一年得被撵出来多少回 嘿呀 我炫耀得跟你说 一年再撵不撵 三百来回吧 哎呀 大哥 那这赶紧一年你在家没怎么住过呀 谁说的 有时候过节也回家住两天 可是啊 这整个走廊你家后话玩啊 这不废话吗 这公摊 不算你家面具啊 你要不住 不吃鬼啊 哈哈 哎呀大哥 你这太能算计了你 哎呦天 怎么呢 这就叫能算计了 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这儿楼道里 都开始干副业了 啥副业啊 副食品行业 就副食品这一块 我都给垄断了 哎呀大哥你这么夸张吗 看见没 找我没 喂 喂 啊 八楼张哥啊 啊 你也撵出来了 啊 三瓶啤酒 一袋瓜子 我这喝酒呢 我送不上去 你下来拿一趟啊 啊 你下不来 跪着呢 啊 那你跪着吧 我送不上去 挂了啊 小钱都乖 躺着就把钱挣了 看见这个门儿吗 这个门儿里 就是我师父 哎呦 不过他轻衣一年半载不出来 你也看不见他 知道为啥不 离了 什么离了 现在让我师娘伺候的 那是舒舒服服的 轻衣看不见喽 哎呀 不能再带着我们 浪迹天涯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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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电视 电视 不是我媳妇的声音 媳妇 可算看见你了 好图儿 快快请起 好图儿 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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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收徒弟了 哎师傅 你怎么知道我收徒弟了 哈哈哈哈 文师在这门儿里都听见了 这不 他就是小徒孙吧 叫人啊 大哥好 什么大哥呀 那是我师父 你得叫师爷 师爷好 好孩子 好孩子 师父 平日里也见不得你出来 这一年半载子都看不见你 怎么今天我师娘 放你出来了 这不是为了见我的小徒孙吗 特意在我媳妇那儿找了个理由 我这不就出来了吗 哎呀 你特意啊 你教教我们 让我们学学 嗯 来 刚刚啊 我跟我媳妇认对账 我故意有两百块钱对不上账 这不就他把我赶出来了吗 你师父我厉害不 我师父太厉害了 还得是我师父 那是 得了吧 师爷 你这说半天 这拍让我师奶赶出来的吗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啊 对师爷的能力有所怀疑呗 嗯 我还能进去你信不信 不信 怎么能不信呢 你看着 媳妇啊 看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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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对你师爷产生怀疑呢 这是 我就看看能不能来去自如 怎么不能 师父 师父 哎媳妇 我把门给你带着啊 你师爷刚刚我进去没 嗯 啊 我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是不是'd like 自如 是 对我的能力还怀疑不 不怀疑了 我厉害不 厉害 那你这怎么做到的啊 啊 怎麽做到的啊 嗯 来 告诉你俩啊 哈哈 刚刚啊 我想去我就跟我媳妇说 的 我说我能不能不在那边站着呢 我到里边跪着 胡佛他行不 他说不行 我就出来了 怎么样 你师父我厉害不 还得是我师父 那行了吧 他在里头跪着 还不如在外头站着呢 还舔个脸书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怎么跟你师爷说话呢 你说的徒弟怎么说话呢 就是啊 这么说 不是师父 他进去跪着去 确实不露脸呢 对 刚刚我错的 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反面教材 为了就是考验你们两个 恭喜你们 你们通过考验了 今天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就交给你们终极大招 终极大招 看好啊 师父教 你这钱怎么还不好 媳妇啊 刚刚那两百块钱 我找到了 我掉门口了 找到了我就不生气了 那你进来吧 我等会儿进去 我在门口啊 我碰见俩邻居 我跟他聊一会儿 再进去行吗 别表脸 快点 你一会儿就进去 我把门给你带上啊 哎呦 什么呀 刚刚我是不是能进去 我是不是不进去出来了 还怀疑你师爷我的能力不 不怀疑了 师爷那你这一次两百一次两百 你这花就挺大的 哎呦 我差钱啊 哎呦 哎呦 我天呐 这得多少钱呢 这得多少钱呢 这得好几千呢 这得好几千呢 哦 哎呦我天师爷 你这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这还得是我师父 那还得是我师爷 那还得是我师爷 那还得是我自己杆啊 那还得是我师爷 那还得是我自己杆啊 来师爷师爷来做这 来师爷 师爷那等 想两口啊 来想着 今天特别的高兴啊 咱们祖孙三代喝一个 来来 来 师爷 哎 师爷 哎 师爷 我还有个小问题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在家里边 把我媳妇训得服服帖帖的 让我媳妇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有这种可能吗 惭愧呀 啊 这就是我自治潜的地方 我呀 也就学会我师父的三成 也就三成功力 孩子 这辈子 这辈子你要有幸 能看见我师父 他师爷 你师祖 他老人家 那 哎 看不见咯 看不见咯 走了 什么走了 走了 我师父他老人家 那武功是高深莫测 现在呀 肯定在家 让我师娘那伺候的那是舒舒服服的 不能跟咱们这帮做小的在这楼道里浪迹天涯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声音 这难道是 这难道是 这是我的恩师啊 师爷 师父 师爷 师祖 我本来都已经睡着了 就听你们几个臭小子在这个楼道里叽叽喳喳 叽喳喳 别说 还勾起了我很多当年在楼道里视察风云的回忆 我来说看看孩子们 师父 好几年了我都没见到你了 我太激动了 孩子 孩子 有什么话 快问你师祖呀 快问他 师祖 我这一个小问题 我什么时候能在家里边划我媳妇训的那是服服帖帖的 让他给我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师爷您看我有这资质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师祖我领悟了一辈子 终于让我给参透了 这件事啊 跟资质毫无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等你们媳妇什么时候把你们推大蛇了 就真正做到如鱼得水了 来 三月师祖浪进天涯 媳妇 我错了 我再也不藏钱了 我再也不藏钱了 这几个臭小子 我要不用这招 还不回去认错呢 那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首先呢 得争吵 其实 在家想做到如鱼得水 非常简单 只要一个字 爱 有多爱你的人 不愿意 你身上的一个人 你才能 谢谢大家